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安裝的畫面 就是你的那個同步的 在這裡 同步的你如果安裝完我們剛剛講的是像這樣子 你從這邊 這個是離線的 這是離線的 我把這個同步的 我應該放在這裡 好 你 安裝的時候會出現這個對不對 這個好那你就登錄你的帳號密碼 登錄完了 然後勒 因為我這邊有做兩階段驗證 也就是說其實剛剛老師 還有前面有一同學提到就是 這樣有安全性上的問題 假設你以後的檔案 比較重要的 你放這樣子 大家只要知道你的帳號密碼就進去了 對不對 這樣比較危險所以 像我們 以前有上過我們課的我們都有分享 就兩階段驗證 所謂的兩階段驗證就是 他會傳一個認證碼到你的手機 現在很常用嘛 不管你是網拍 還是Facebook也有這樣的機制 比較重要的 你透過這個機制呢 即使他對方之外有帳號密碼 因為手機不在他那裡 所以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安全 所以我這邊有多一個 有沒有 手機不在旁邊有那個救援密碼 就是 他有六組 你可以印出來 那 跟那個Mission impossible一樣 每一組只能用一次 用完就銷毀 當然 萬一你六組都用完 他可以再產生 只是說 預設六組 就是 一次就只能 用 一個號碼就只能用一次 好那你設定完了之後 好進來到這邊 最重要的是 你要進到這個進階設定 因為預設的話 他是全部 全部都一起同步 也就是不管你檔案多少 都一起同步 好那 你如果是比如說你自己的notebook 在家裡的 或者是宿舍的 那因為 頻寬啊什麼都比較沒問題 你可以當 以那個當作是你主要的基地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全部同步 但是你如果你要出來了 比如說在notebook上 或者你在你的平板手機上 真的就不用帶那麼多 對吧 保護寬寬的 載到那麼多 沒有用的 一大堆 要用的都沒有載到 所以說 你就不用 那麼多 那我們往這邊走 你看 你看這裡 預設就是 這個方式 這裡沒有勾 所以是全部的 是不是一起同步 有沒有 好那 你如果要 只同步一部分 就這個勾起來 然後你再選 比如說像我現在可能上課用的 我就勾這個就好了 這樣你了解那個概念 我在一般的或者您在手機上平板上都一樣 你要同步的時候你只要你可以只勾其中一個 那這樣設定完就OK了 就OK了 那 這個也是 這個是微軟的 我這邊我用 虛擬的給各位看一下 我從這邊 我從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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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萬一如果你已經同步了 你已經不小心剛剛設好了 沒有關係 這裡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有沒有 你可以按右鍵 隨時可以修改 好從這邊 直接 按一下偏號設定 就能夠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有勾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萬一錯的時候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來做 直接來做就可以了 那 他預設會指定一個資料夾 就是 這邊 他有一個 會指定一個資料夾 我在這邊好像沒有看到 在因為這個已經指定完了 就在前面那邊他會指定一個資料夾 好如果說 你沒有做任何修正的話他預設會放在哪裡 我的文件夾裡面 只是通常我不會放在那裡 我不會放在那邊 看一下這個畫面 我記得 好在這邊 你如果剛在裝的時候預設不是有一個這個資料夾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去改 萬一你沒有改 沒關係你就把這個程式先移除掉重新安裝一次就好 反正那個畫面還是會出來 你就可以重新指定說我的那個同步資料夾在哪裡 這樣沒問題的 所以以後你只要丟到那個資料夾 他就自動幫你同步到雲端去 你的雲端就產生相同的資料夾 這樣會比較方便 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的 你可以像這樣直接用 好 OK OK 那我們這個呢 我就 再看一下 這裡 應該就沒問題了 等一下呢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是在手機上 可以怎麼做 好吧 我把畫面先還給你 你可以先找找看 你我們剛那個設定值在哪邊 如果你已經裝起來了 就是在那個圖示上按右鍵 有一個偏好設定 可以從那邊去直接指定說我哪個資料夾 想要跟這台電腦做同步 你怎麼做的 你怎麼做的 我來看 你怎麼做的 我來看 你怎麼做的